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會介紹一間村座餐廳 叫做麻辣派堆 這間餐廳是在銅鑼灣的 話說我們之前介紹村座餐廳的時候 有網友推介這間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我之前也有研究過 它的老闆是在四川學過煮的 而且這間餐廳裝修得不錯 聽起來挺吸引的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看它的質素是如何 這間餐廳交通很方便 我們在銅鑼灣站依出喉出 出來後轉右手邊 不用過馬路,再轉右手邊 進去金百利廣場,坐電梯上四樓 剛剛進到餐廳 我大約是11.8左右去到餐廳 其實餐廳可能是11.30 不過我見到已經有五、六台客 還有不停有些客人是進來 或者是拿外賣的 他們的生意都不錯 馬路派堆有兩位老闆 去了四川學一些正宗的村菜 雖然它是標榜正宗的四川村菜 但整間餐廳的裝修就比較fancy 很明顯它的主題就是以花為主 餐廳其實裝修得很漂亮 我想很多女生都可能會喜歡 問題就真的非常黑 以前我們的餐廳是比較暗 但這間餐廳簡直是黑 完全要靠那盞燈打下來才有 才看清楚些東西 如果不打燈的地方其實就算是幾黑 除了有很多花之外 它亦都有一些油畫掛在四周圍 根據它所說 就說想做一個派對的感覺 因為它叫做麻辣派對 另外它的套餐價錢其實就不是很貴 大部分都是68-78元左右 其實比我以前所介紹的餐廳就貴一點 不過環境和服務就真的很不少 我們看看它的菜單 我們先看看第一頁 它就將最便宜的幾個餐就展示出來 看起來好像是三四十元就有個餐 它這裡會說送很多甜品、前菜、燉湯和水果茶 還有它將不同的食物分了類別 第一類就是巴蜀蜂微吐餐 第二類就是特色小菜套餐 第三類就是綠色健康套餐 还有就是川北凉菜 另外有些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就是麻辣小面米线水晶粉的套餐 选择其实就相当之多的了 不同套餐就配搭不同的东西 有些餐就是跟饭 有些餐就是跟小面米线或者水晶粉 基本上都送手工甜品 再加一杯冻热饮品 他们这些套餐供应的时间就由11点半至6点钟 而且套餐价钱星期一至日都是同价 所以假期来一样都是这个价钱 今次我叫了两个餐 叫了一个无血黄套餐 另外就叫了个无肚套餐 两个餐都是小辣的 其中一个餐就加了10元就转了水果茶 另一个餐就叫了炖汤 两个餐再加10元 跟着再加1 总数就是182.6 这个就是我们的无血黄套餐 加了杯水果茶 另外配个白饭再加个渣渣 一般无血黄的材料都会比较丰富一点 猪红都挺好 挺结实的 而且吃起来挺滑的 我找了很久 无血黄里面有少量的毛肚 除了毛肚比较少之外 都比较碎的 都是爽口的 无血黄就很喜欢配搭午餐肉 我找到就有两件的午餐肉 这两件午餐肉都比较大件和比较厚 我猜午餐肉本身就不是很特别 不过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厚切 再加上无血黄的辣汁 所以午餐肉都挺好吃 刚才我说过 无血黄一般就很多配料 不过这个无血黄 我觉得配料就不是很多 鱿鱼我就找到一件 鱿鱼数量就少了 但质素不错 整个无血黄最多就是芽菜 我觉得所有配料加上 都没有芽菜那么多的份量 虽然芽菜是便宜的东西 但在汤裡面吸了很多汁 而且这个芽菜就很爽口 其实芽菜挺好吃的 另外这个无血黄 我也是选小辣 始终辣度我觉得都是不够 这间餐厅可能真的很遭香港人的口味 所以小辣就真的不会很辣 无血黄就根本白饭 因为一般的无血黄都会较辣些 所以其实松白饭就很适合 白饭的质素就是一般 它会比较黏一些和比较硬一些 水果茶就真的很大杯 搅一搅水果茶 看到里面有很多生果 水果茶里面有两大块西瓜 西瓜就这样吃的时候 除了它本身多汁油甜之外 它还吃到其他生果的果香 挺好的 除了有西瓜片之外 还有些是火龙果片的 火龙果本身的味道挺好的 水果茶其实喝起来是不错的 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而且水果的味道就是很丰富 感觉上它好像不是很多糖 主要就是靠水果本身的甜度 这个就是我们的毛肚套餐 加水蒸粉 炖汤 还有渣渣甜品 毛肚套餐 我其实期望毛肚很爽口 我看到的份量也挺多的 它下面有些是青瓜丝 浸了汁之后应该相当好吃 其实这些毛肚是冻食的 我现在摸的碟也是冻冻的 毛肚就真的很爽口很正 它的汁其实也不错的 挺麻辣的 不过可能因为我选了小辣 我觉得辣度就不是很够劲 如果是吃辣的朋友 我建议选中辣或以上 无论如何 毛肚真的爽口真的正 每餐都跟杯饮品 不过如果大家喜欢喝炖汤的话 就可以免费换的 我们见到炖汤材料就真的相当多 看材料大家都可能猜到 这个就是松草花凳鸡汤 闻到都有一些药材味 材料就真的挺夸张的 红棗、龙眼、猪肉、鸡都有的 材料因为煲完汤之后 难免都影响了味道 最重要的是汤 汤其实质素不错 相信喜欢喝汤的朋友 应该都会喜欢 毛肚肚餐不是跟饭 而是跟水晶粉 大家见到 其实本身的碗真的超级大 而且见到水晶粉上面的材料都很好 我这样搓到一壳花生 水晶粉的花生 我觉得是相当高质素的 水晶粉分量有多少 所以我们捞一捞 真的一个人就吃不完 水晶粉的硬度 我觉得做得不错 因为所有食品我都选了小辣 这个小辣我同样觉得不够辣 其实整碗水晶粉我应该选中辣 这样的辣度会适合些 所以这碗水晶粉质素不错 不过选择辣度我就选错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甜品 就是渣渣 味道如何暂时未知 但材料非常丰富 这个甜品同样不会很甜 每一口渣渣都吃到很多的豆类 所以这个渣渣既不甜得来又好吃 吃完全餐又是做总计的时候 这一餐我们吃了180多元 就叫了两个餐 两个餐的份量都相当多 还有这个质素我觉得也不错 略为我选小辣就不是很够辣 有些到贫到费的感觉 说了食物不错之后 我们又说它价钱 价钱其实就不算是很贵的 可能比我以前介绍的餐厅就贵一点 另外它的环境就真的很漂亮 即是适合来拍拖 不过就更厉害 地点就超级方便 其实就是SOGO对面 同样地站走过来就一两分钟 而且它的套餐是11点半开始 一直做到6点钟 还有星期一至日都是这个价钱 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这间餐厅真的值得一试 差点就忘记了多谢网友的分享 因为它的推介 所以我们今次先来这间餐厅拍摄 就试到一间都挺不错的餐厅 今集介绍到这里为止 下集我会再介绍其他地方 多谢大家支持 下集见 拜拜